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 今天简单地举行一个皈依的仪式 皈依的内容我刚才下午第一堂课的时候 都给大家已经讲了 我想在这里也不用说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个善缘吧 既然今天我们因缘很殊胜 本来是我出来给学校讲课的时候 我们佛教堂这边接触的比较少 所以很多人对我有意见 但是也没办法 确实也很累 有时候我就自己隐藏而跑来跑去 这几年以来没办法只有这样 但是在毕竟这边经常不知道什么因缘 经常包括我们以前在放生 很多方面有好多有些殊胜的因缘吧 还有今天也是我们这边过学班特殊的开许 这边迎来的一些学会里面的一些发心人员 和一些新来的道友 有些是可能刚刚皈依 有些是已经皈依过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我也是来这里想让佛陀的这些讲法 哪怕是一个人也好 十个人也好 有人听的话我就没有人数的范围和限制 有多少人就听多少人 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对你们来讲你们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佛法 我们都是在座的人民共同的一个因缘 就是佛法 所以我想大家的目标也好 大家的愿望非常的美丽 应该是相当好的 我个人也是觉得很荣幸 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当中 遇到了佛陀佛 遇到了上师们 所以我们今天皈依的这些道理基本上都已经讲了 希望你们以后好好地看《大圆满前行》 刚才好像高原者说 以前宗三勤泽仁波切说过 说《大圆满前行》哪怕是你内容不懂的话 放在佛堂上它有一个不同的加持 功德或者说是力量说实在这些 我们法王如意宝也是经常讲讲 我也是在课堂上不断无数次讲过 这本书即使你内容不懂了你放在佛堂上随身带着 哪怕是每天都像《丁果签泽仁波切》一样的 看几页的话逐渐逐渐我们的心会融入火法 所以这次也是跟大家介绍《丁果签泽仁波切》 从内心当中来讲也是非常愿意的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也是非常虔诚 以后不仅仅是一个冥想上的皈依佛法 应该是真正的一些佛教徒 因为真正的一些佛教徒对自己的生活修行 很多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我看到身边的很多人原来并不是真正的学习 后来真正学习佛法以后还是人生的转变特别特别大 所以毕竟我们在座的人都是现在很多人也很年轻的 可能还要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 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悲欢以后 有各种情况 事情也会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学了一些佛法的境界很容易面对 所以说第一步跟大家提一个希望 你们好好地重视大圆满前行 同时我们要好好地修行 不修行光是理论上这样确实也是起不到作用 以前有一个阿罗汉他的弟弟精通三藏 但是因为精通三藏的人他天天都是在理论上讲得很好 不好好修行后来他要接近死的时候他给哥哥说 你是阿罗汉你可不可以给我 我以后好好地超度我不要让我堕入恶趣当中 但是因为他三藏法师一方面他积累了一些资粮 另一方面他分别人比较多经常诽谤别的宗态法 这样的 后来他的弟弟提前死了 然后阿罗汉用神通来观察 用神通来观察的时候 就知道他自己的弟弟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获得了人参 他就很欢喜 他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婴儿 很高兴像我弟弟已经获得了人参 过一会儿的时候他母亲没有小心 最后偷着放到地上当下就死了 死了以后一下子就转在地狱当中了 他说转在地狱正宗的时候 不要说我阿罗汉连佛陀也是救不了 悲惨悲惨好可怜啊他这样讲的 所以这是《大乘经典大庄严经》里面有这个公案的 所以我们真的以后转生到恶趣里面的时候 谁也救不了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人大家都有智慧 有才华 很多方面都是有能力的 希望在实际行动当中真的要修一些佛法 否则的话 刚才我们讲的无常一样 所以得到一个人参没有实修特别可惜 所以今天第一个重视大圆满前行 第二个今天是很好的一个因缘 希望以后不要留在口头上好好地修行 同时有机会的时候包括刚才我看我们这里的个别人 英明问得还是很不错的 很欢喜 本来今天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不学这个英明 我害怕很多人听不懂 我都是应该英明 中观 居士这方面我自己觉得还可以 应该在这方面还没有忘 应该不管在哪个地方问的话我可能大概大概都会了 但是今天我说问的现实一点生活当多的话 可能佛教比较有必要的 所以很多人还要学一些其他更深一点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修行 像我这种年龄的时候越来越觉得修行很重要 好像人生很快就会不会出现无常啊 始终都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大家都要修行无常这是我第二个希望 第三个我就做一个简单的皈依 这个皈依之前今天在座的很多佛教徒 我给大家念一个要死其佛的名号 因为要死其佛的名号听到以后也不多恶趣 讲了很多的功德 同时法王如意宝以前在印度金刚座做的圆海尽碎 这是法王亲自做的 后来当时我做毕罗的应该是有比较清传的价值吧 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小极乐愿文 小不贤语情愿品也有这样的 所以这两个我给你们今晚上都特殊的 今晚上是我们这里特殊的道友吧 首先我念几个传承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皈依就OK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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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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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凡是今生当中一切顺利 一切快乐 就是这么一个目标 不管怎么样你们就心里面想 我从现在开始皈依释迦牟尼佛为主的十方诸佛菩萨 然后皈依释迦牟尼佛为主所宣说的一切如来解脱道 然后皈依释放所有的僧人也就是说皈依三宝一方面怎么想一方面我念一遍的时候大家跟着我重复一遍 联系中文字幕志愿者 相 Finding Life pregnant aid come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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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拍书者的时候要观想每个人已经获得了这种皈依的解体 以前有些是皈依过 但是再三皈依三宝也只有功德 没有伤害的已经获得了这样的皈依解体 成绩四众全面讲 四众人南不拉道当谈 当階世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階世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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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自己都自己不知道谁叫什么名字 如果非要去的话 我这边一般去的前面是圆满的圆 然后你自己的名字当中或者你自己选择比较好听的一个词 一个是前面是我来去叫圆 后面看你自己来取一个 然后整两个诸位 姻缘聚合成了你的法面 其他诸位已经圆满了 非常感谢大家 好啊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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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